在四、五十年代 冰室和餐室都大行其道 而两者的食物牌照不同 卖的食物种类亦有分别 冰室主要有奶茶三文字呢类的饮品小食 而餐室就会供应一些炒粉面饭和家常松菜 大家各具特色 要见证老香港的人情味 可以到这间阿纳了六十年的餐室找到 在五、六十年代一碟干炒牛河 大概一元一碟左右 但是这里的铺租要一千多元 对一个刚刚创业的人来说 这个负担都可以说挺大 幸好业主和这个老板是好朋友 所以业主决定以一个比较低廉的价钱 支持老板创业 后来见他生意好都没有坐地起价 他们这份支持到今时今日仍然没有间断过 现在周波市也有些外国游客来到这里 除了来吃饭之外 都会欣赏下这里这么有特色的设计 墙壁的图案设计很特别 不同的地方就用了不同的花纹 但是这个并不是老板的扣丝 而原来是无心插楼 事关当年资金并不是太多 所以就请装修师傅 用些货美平价纸皮石来铺 而师傅反而很细心地用手拼图案花款 心机时间都多了 但是工钱就没有加多 我现在坐的这一张就是第一代的卡位 这一类的卡位正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由于劳动阶层比较多 身形都很受削 那在这个大形势的底下 冰室、餐室等等的食肆卡位 就不会遇到这么宽阔了 这里有地下和二楼两层 是当时冰室和餐室的典型格局 但是想不到的是 原来这里可以用来放酒 在六十年代 油麻地避风塘附近 开设了很多餐室 每当有水上人结婚 就会去到餐室摆留水席 事关当时并不流行联婚 所以男女家会分开摆酒 一晚可以开到十位八位 那时候的酒席 是130元或者150元一位 菜式和今天去饮宴看到的大致相同 主要都是八样主菜 再加甜品、糖水 因为冰室和餐室的出现 演变到今时今日 整项整市的茶餐厅 所以我们可以吃到 既有香港特色又美味创意的食物 一直以来茶餐厅给我们的感觉 都很自由自在 任何一个客人进来 都可以很随意地搭桌 而气氛都是无拘无束的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 在茶餐厅里面最大的改变 都可以说是下单的方式 麻烦 要点什么 冻奶茶 麻烦 旧时我们跟这些客人下单 他就会把我们的命令 用水贴在水席桌面 但现在大部分的茶餐厅 都已经电脑化了 客人只要在电脑上按单 水席就会收到一张纸 里面有所有的资料 师傅跟着做就可以了 在食物方面 听这里的老板说 早期的茶餐厅 主要是卖咖啡、奶茶、通粉 多少和即食面 当然来到今时今日 他们提供的食物 就自然多元化很多了 大家看看茶餐厅的厨房 虽然一眼见光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 所谓麻雀虽小, 五臟俱全 无论猪、牛羊、鸡、鸭 这些材料通通都有齐 还将它们配搭得千变万化 令你可以在茶餐厅 吃到中日寒、意味化等等 不同神髓的菜式 但凭这种创意 就看到我们香港人 多么灵活多变 鸡尾包出路… 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 菠萝包、鸡尾包 其实是模仿英国人的甜点 因为英国人的口味偏甜 所以这些包都是甜点的 还有, 外国人就比较注重餐桌礼仪 所以他们的甜点 尺寸就比较小 方便他们每一口就可以放入口 但对于当时的香港人来说 吃面包最重要是饱吐充饥 所以我们的尺寸就会大很多了 蛋撻出路… 蛋撻出路… 而在这么多种食物里面 我觉得蛋撻都可以说 是无妨得最成功的了 你不要看少它 几元一个 其实少点心机都做不到的 师傅 好, 我想问这些就是蛋撻皮 对… 那这些酥皮要铺多少层? 大约铺七、八层 七、八层 但液力度要均匀 要焗多久? 大约二十分钟 每一盆就二十分钟? 对, 二十分钟一盆 整个过程里面 哪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开个力度的云裙 还有你秤那些斤链是准的 这些会准的, 如果不准的 就做得没那么好 你试过最高纪录 一天焗了多少只? 如果一天最高纪录 我们大约焗到二千只 二千多三千只 好厉害 十个十次 对, 我们一盆三十六只 一盆三十五只一盆 很多人以为蛋撒是我们香港人发明的 其实这个说法也未必适合 因为它的灵感就是来自当时很多外国人喜欢吃的撒 但是外国的吃法就是冬冰冰的 你知道我们香港人吃东西喜欢热辣的 所以就将它改良成为今时今日的蛋撒 你看看我们香港人多聪明 旧时茶餐厅的食客就以劳动阶层为主 所以感觉上就是男士帮衬多个女士 当然来到今时今日的情况就不同了 他们的客户变得多元化 无论是OL, 搬运的大只佬 各韩国业的人士都可以在茶餐厅见到 亦都令茶餐厅的文化可以推广到不同的阶层 今时今日大家进来茶餐厅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呢? 就是大部分的顾客 他们的眼睛都是看着一个地方 他们看着哪里?就是卡位上的电视机 现在越来越多茶餐厅为了吸引食客 都会在卡位旁边安装电视机 让一众电视迷都可以拌电视汁送饭 这种经营手法 很多年轻子女都非常受乐 为了扩阔客怒 老板还会动下脑筋 就是供应最新的报纸或杂志 这种这么体贴顾客的做法 令茶餐厅成为这一套地方之外 亦是一个提供娱乐的场所 而电视除了会播剧集、电影、MV之外 有时连球赛都可以看的 大家看看香港人做生意的头路多精明 现在茶餐厅更加体贴客人 受到这个制作形式的设计 把筷子、匙羹、刀叉 放在桌面下的柜桶里面 一来可以方便客人和伙计 以来看上去又整齐 而且最重要的是省位 今天的茶餐厅与时并进 为了更加迎合香港人的生活节奏 有部分茶餐厅还会通宵营业 令到香港这个不夜天变得多姿多彩 正因为这样 就连秋生都觉得可以在茶餐厅 体验到香港人灵活多变一面 我觉得香港人那种 随便和快速度 代表香港人那种速度 而且24小时代表香港人不用睡 香港人很拼搏 希望再拼搏下去 因为香港人拼搏精神 香港的特色 香港的饮食行业一直都在演变和进步 无论由传统的冰室 至今是今日多元化的茶餐厅 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建设到 香港人力求尚信的一面 以致可以将不同的饮食文化 成为香港独特 以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有什么可以加在茶餐厅里面 解酒药 或者那些饮料 就是派对员 对,派对员的 吃了那些精神 解酒餐 睡不着 有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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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你挺有床 茶餐厅什么都有 喝一口茶, 吃个包 下一集 琴姐会带大家去茶楼 探讨香港独有的茶楼文化 等水滚茶 就一起享受一中两件吧 前天我们去喝茶 经常说一中两件 那是为什么呢 有间酒楼 十几万元一位 叫满海全城 那些点心 簡直是大见到不得了 我会吃叉烧包 因为包吃饱 我始终觉得茶楼是一个很不错 唱片 嘉宾 有废 开锅 春光照我芝麻 开锅